菲律賓外長洛欽日前接受本台專訪 他在談及中國和菲律賓各領域的合作時 再次駁斥了中國債務陷阱論 指出這一說法毫無依據 另外針對中非南海油氣開發項目 洛欽則稱 目前不便透露過多的細節 但是兩國都希望 在不影響各自主權的前提之下 尋求合作共贏 菲律賓外長洛欽在專訪中稱 中非關係經歷過起伏 但兩國從來沒有對敵過 杜塔爾特上任後 中非關係轉圜 兩國各領域合作快速發展 據悉2021年 中非政府兼基礎設施建設合作 將有多個項目開發結果 其中包括無償援助 截至目前 在中非雙方共同努力下 11個項目已經完成 正在實施或即將啟動的項目有12個 共涉及資金32.7億美元 有望助力非方基礎設施建設發展 推動經濟復蘇 而針對早前有心人士渲染 所謂中國債務陷阱論 諾欽稱這一說法毫無依據 他還指出說起債務陷阱 敗西方國家所賜 菲律賓還是專家 前總統馬克思時代 政府向西方金融機構 大量融資 之後因為腐敗原因 移留了大筆債務 導致經濟崩潰 當它提到財政策獨 哇 他們真的捡了我們 我們有工廠 他們拆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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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為何我們 不太發展 像其他國家 因為我們要付出 所以我們知道財政策 而我認識 中國人沒有 吊出任何人 財政策 所以當他們說 當西方說 你跌倒在財政策 我說 拜託 我們學會從你 財政策 此外 中非自2017年 建立《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以來 雙方圍繞海上油氣勘探開發合作等議題 開閃了多輪對話磋商 2018年11月 中非簽署 《關於油氣開發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2019年10月 中非油氣開發合作 政府間聯合指導委員會正式成立 以推動共同開發 讓他儘快取得實質性進展 而當被問及相關談判的具體進展 以及項目是否有望在他任內開展時 洛金稱 由於涉及上市公司 所以不便透露過多 但他稱 他本人起草了協議中的不損害條約 確保合作不影響兩國各自主權 主權權利和管轄立場 尊敬 尊敬 是我們能夠協助,工作均衡 沒有 either side giving up either their claims 或 what we know is our rights to the same area and that nothing we do when we work together will ever be interpreted as a surrender by either side to the other of their claims or rights. So in a sense, the beauty of the memorandum on oil and gas is that it creates a legal space, a vacuum. So the only thing that's happening is work. People are working to produce oil and gas. 共謊衛視,据彥坡,菲律賓馬尼拉報導. 感谢观看